醫管局一直都支持中醫藥的發展 特別在我們住院裏面 我們有個中西醫協作的先導計劃 正正我們藉著大灣區訪問學者的計劃 我們就邀請到內地 在廣東省三甲醫院的專家 他們就來到我們香港 除了可以幫我們培訓香港本地的中醫師之外 其實也參與我們在臨床的服務 我們看到從我們的協作裏面 我們的中醫西醫真的能夠構建一個團隊 以至到我們整個中西醫協作的服務 可以得到更好的推展 香港醫管局邀請到我們 我們作為灣區的中醫科目學者的整個計劃 我主要的任務是探索 我們在香港中西醫協作的服務 能否能夠進一步擴大和延善這個項目 第二個大致任務來 是對我們香港的中醫師 能夠和中西醫協作進行一個培訓 希望將我們香港整體的中醫師的 整個能力的水平提升 例如有個病人經常咳在呼吸科裏面 有一口痰、有氣往上咳 咳過不停 我們用針的辦法立刻用咳嗽 馬上舒緩 使他一口氣能夠跑到立刻順了 病人就很受歡迎 雖然對他們的症狀 對他們平時的入院 能夠很快的療效得到改善 同時希望能夠住院的時間 能夠縮短 最終是要讓病人獲益 確實上次在AWE的時候 跟香港醫護團隊 Ce也好、中醫也好 都有一次合作 那次合作人常都很生客 今次又有機會可以聚雷翻學 我也非常開心 我也很開心可以參與到這個工作中 今次我覺得跟HAD同事合作 都非常開心 我覺得Ce的團隊對我們非常開放尊重的態度 來歡迎我們參加他們這些病人的症狀工作 我也覺得印象非常深刻 當然他們都很專業 目標都是為了解決病人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大家的想法是非常一致的 總體來說 現在這次交流 我們是中西協助 都是比較順利 比較順利有幾個原因 第一是我們醫管局的同事 前期做到很多工作 第二是中管局裏 幫我配了幾個中醫同事 這幾個同事合作都非常熱 他們都很難說 其實中醫的理論 跟西醫的理論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用的藥 跟中醫想的東西都是不同的 所以原來發覺這兩件事是沒有衝突的 不是說不可以一起落藥 反而是大家互相互補 所以果效是更加大 中醫團隊去看病人落藥 其實很多病人在外面都有好徵狀的控制 很多人都覺得很接受 還有看到他們的康復時間都是快了 但也很感謝中醫團隊那邊 他們同時都支援我們 有很多很清楚的解說 還有一些指引給我們的 還有醫師都很用心地跟我們合作 還有各個同事都支援都很強的 普遍我們看到這些病人的反應都是歡迎的 內地和香港 我們醫護來說我們確有優勢的 我比較欣賞在我們香港的醫護團隊裡面 我們整個對規範化 以及整個醫療對病人的服務 整個流程 所以是很值得我們內地去學習的 當然我們從中醫的角度 從中醫的內地來說 可能專科化的程度做得比較好 但我們香港中醫來說 全科的中醫也做得比較好 所以我們各有優勢 希望我們內地和香港兩地 將各自的優勢 各自正行發揮出來整合起來 最終是讓我們的患者 讓香港的市民和病人 為他們服務 為他們病人的療效提升 我覺得應該很有幫助 我特別感謝廣東省中醫院 他們的鼎力支持 派遣了專家教授來到香港 如果沒有了他們 我想我們都沒有這麼好的經驗 以至到我們有充滿信心 我們繼續下去 往後我們去發展中西醫協作 應該能夠造福更多市民